字幕提供 我都要露一露真身 當然是焗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人帶著這類型的 這個挺像過時過節的大集份 其實這個也很便宜 除了有《筋肉人》之外 還有其他的角色 譬如羅賓漢或者刷蘇這些都有 先說回這類型 其實之前本身已經是出過一個TV版的版本 但現在這個是原色原色版 其實我已經檢查過 《筋肉人》除了衣服也有白色之外 膚色也有少許不同 是比較白一點的 因為要新動畫版的色 會是深一點的肉色 會比較橙一點的 另外就是本身《筋肉人》 我覺得《筋肉人》 最重要的是可動性夠高 因為這個《筋肉素體》 其實就是他夾身的時候出的 出了這些《筋肉人》 又出了一些街霸 比較格鬥可動的角色 他們就用了這些《筋肉人》去做 其實玩《筋肉人》 大家也知道很多時候他們有些重疊 即是那些搭上成座塔的招式在那裡 其實讀書的時候我也有試過玩 當然 那你的對象是怎樣呢? 那些襲擊的對象 又不可以說襲擊的 大家都是很開心的 在這裏切賽 是啊 這些招式是OK的 但是本身這個 我們講版的時候 我們講這個就是 我們用講版的名字 講版的名字 講版的名字 《筋肉人》 接著是《希特拉二世》 以及《阿修羅》 但是在動畫版 我記憶還很有義氣 他好像是打到第二次的擂台 就沒有再講了 因為第一次是《筋肉人》 跟羅賓漢打 因為羅賓漢輸了 第二次的時候 已經有其他的角色出場 但是好像是未買到尾的 港版的故事 我想要有些人更正一下 因為我不是很記得 因為那些時候很義氣 其實都不是經常看得到 是啊 我在講 如果譬如說《阿修羅》 本身原色 其實TV版的顏色就是綠色的 我沒有看過綠色的 然後就是漫畫版的藍色 我自己其實覺得 我自己喜歡的 是漫畫版的顏色多一點 因為那個顏色是會 可能是掃一點 是掃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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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那個形態 會比較突出一點 我看見阿修羅其實是超好玩的 他六隻手有超多關節 是 六隻手有超多關節 而且裙甲很硬 又刁得挺漂亮 最重要是可以這樣活動 不會影響到那個 那個大姿勢的時候 是不是又幼稚了 那我們就 這個阿修羅 看一些具體開始 是啊 那阿修羅其實 也是有幾個樣子 也有四個 就是連起原本那個 另外有三個樣子 替換 其實都是眼神裡面的 看 就是 這兩個笑樣子都是 其實分別不是真的很大 但是他本身 除了這四個樣子之外 他本身還有兩塊臉 有三塊臉 有三塊臉 你會轉過來 是啊 其實阿修羅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些 你叫做泰國神 泰國的神 是啊 那種 我年輕的時候 我挺喜歡阿修羅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很有型 有些手有可動關節 有 有 他跟用人這一個 他比較特別 他跟那些可動關節 有些索性 就只有拳頭和這個可動手 但跟用人的配件就比較 因為我現在就這樣看 好像這隻手都差不多 因為本身你要記住 他是有六隻手 有六隻手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突然發覺 為何會有這麼多對手 是同一樣 大家要相信他是有六隻手 但他有兩套 這套我就未看到 可能這個是渣的幅度 對 手指開一點 手指慢一點 對 手指開一點和手指慢一點 就是一個是這樣的 以及這樣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打出角的時間 他們是會抓住人 要抓住 然後就蹤地下 或者是咬這個 但是這個 可以抓到一些 手手腳腳的角色 這個就好一點 這個就關於打吐司 這個 我相信如果放一個動作 去扭 其實都可以隨時 其實他出的照照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玩拱橋 那種 就是這樣罵 那 就說一下希特拉二世 希特拉一世 我已經是忘記了是被阿龍 阿龍去打低 還是羅賓漢去打低 他第一個是組隊 他第二次組隊的時候 是跟狼人去組隊的 但是組隊的時候 已經是他的兒子 那你問希特拉一世 和希特拉二世的分別 其實其實 我也不知道 不是很大 就是令到故事延續下去 是啊 可能一些角色受歡迎 死了人眼神 通常是媽生弟弟 兒子 但是 開口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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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二世的樣子 他的表情就比較多 對 就有流汗 他沒有眼罩 對 眼罩 還有 還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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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有手刀 平時那些 沒有手刀 因為他有一個手刀 柏林鴻魚 我忘記了那個 招式名字 所以這個就比較多 玩一點 可不可以 我高一點 現在的頭 看看他現在的表情 他換的時間就是 開口蓋 有三口釘 在頭上扣住 這個就換 這個毛表情 然後呢 其實他另外一個就是 帽子 直接有個 這個 直接是 不戴帽子的 對 直接是不戴帽子的樣子 合不合到 這樣就可以拿著頂帽子 都可以 拿不拿到 先拿著 因為其實是可以 炸到 屈住 這個樣子很棒 對 應該上這些 可動素體 都無敵 NFC 都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我剛玩的時候 我發覺大P 那裡有個關節很搞笑 它是可以把 寬關節擴張 是嗎 是啊 可能就是這樣 這個很搞笑 因為它可以這樣一吞 這個可以 你有沒有 先 因為它有一個 有一招 就是中間 坐了下去 噢 這個 可能那個幅度 會令到它 要大一點點 才可以做到 坐下的位置 啊 PASS 那筋肉人的樣子 其實我比較喜歡它的 合口 或者是一些 它有的 你看 酷一點的 這個樣子 它中間真的沒有顏色 我覺得有點奇怪 嘴 嘴 打開嘴裡面應該是白色的 這個就是唯一的小小朋友 一般的就是這個 那大部分都是合口的樣子 那肌肉人的PASS 就不算多 因為有拳頭 還有 拳頭和開手 是 但是它的素體做得這麼漂亮 對 素體就真的很棒 那這個樣子其實 其實大部分人做筋肉人都是這個 對 都是這個樣子 還有這個樣子 其實應該都不做一碗牛肉麵 其實是牛肉飯 其實是牛肉麵 是 其實是不是吉爵家 應該是 是啊 那時候有些新聞 說 我不是100%肯定是不是吉爵家 但是就好像說 筋肉人這套動畫 令到當時他的生意好很多 但是他一直都不肯贊助筋肉人 就是說他很高渴 好 好 好不知恩 那沒辦法的 別人拿你來 但其實他這個樣子 我也覺得 漫畫味比較重 那他是漫畫版 是的 要不要用一次他的摔角絕招 對付敵人 這個是要反轉 那個是 是要拿著那個是 小腿 是的 這樣坐下去 很狠毒 剛才招熟 你的同學不是這樣落地嗎 哈哈哈哈哈哈 咦 這樣也沒事 是啊 那些是這樣 整個 整個椅子下去 啪 這些其實是 其實在拍攝這裏玩 就有點麻煩 但是如果小孩子 如果有時候沒有人在的時候 你拿著兩個公仔自己在這裏玩 這個是很享受的 很可憐 是的 很可憐 很可憐 OK啦 到阿賊蘇 阿賊蘇這個顏色是TV版的顏色 對 這個就是TV版的顏色 咦 是的 是TV版的顏色 他還有隻狗 但我已經忘記了他的狗 究竟從哪裡來 狗已經不太記得了 通常組隊就是這兩個人 屬於正義的 感覺上 但是兩個的遭遇 其實都相差很遠 因為他是很受歡迎的 他有很多女粉絲 帥哥 他是完全沒有粉絲 不但只是被人推氣 我想說 其實那個身體上面是有掃音影的 是的 有 我不知道 我不太肯定我們攝影機能拍出來 他是有一點點噴了一些音影 他的音影是噴得很漂亮 不過這些皮膚的療療 其實是很容易弄髒的 所以 要不就粗玩 要不就要很小心 但其實對於筋肉人的回憶 我是小時候玩任天堂那一隻 噢 真的很好玩 這個表情很棒 好 好 好 那羅賓呢 這個阿賊蘇 這個阿賊蘇都有兩個頭 阿賊蘇應該是代表美國隊 對 你看到很多星星 青星 因為當時他們是打出國賽 其實你看到人物的設定 其實已經代表不同的國家 但我很期待他出那個高皇金戰士 是甚麼 那個黃米爭地戰的時候有金眼具 好厲害 這套的動畫其實都由83年到86年 拍的時間都很長 但反而我猜不到 Bandai真的會出那麼多角色 其實之前有一間公司是出過 他的角色是出得好 超像我們 是 很多不同的劇情角色都出均勻了 連上那些廁所那些都出過 那個你講的是不是 我知道是吸索那個 是 那個是出了很多 是那個是出了很多 那其實 我想他這個應該只會出了一些 受歡迎的角色 主要那八個左右 就是連上大所有 拉麵藍 拉麵藍出了沒有 之前也出了 拉麵藍出了 還有羅賓漢的戰神 主要其實是那幾個角色 還有狼人那些 有個劍道那個 也是按摩超人的那些 按摩將軍 因為其實受歡迎的角色都多 其實香港也有一些筋肉人的粉絲 在Facebook裡面 好像有群組 是呀是呀 他們那些都有定期的聚會 其實那次去年 年頭也不是去年 今年年頭是 在一個日本的展覽 Sufa Festival裡面 看到有阿俠那些 膠工仔扭蛋 是呀 拍了其實我是想買回來的 但實在沒有 而且現在是Bendai出放大版的扭蛋 上了色 很大隻 其實以前我記得小朋友 都是有一隻拆架 這個尺寸很大隻 但是不能動 但是很便宜 最高的價錢 根育人的回憶 基本上都是來自動畫和打術國 如果你存在全部角色 好像扭蛋比較齊 是蘇式的 是呀 現在有 記得好像有四百多隻 四百隻 所以那次那一盒是齊了 不知道 是呀 但是 不知道他會不會一直出下去 SHF 因為有些 例如太陽那些 四方形那些 成級黃金盒那些 我都覺得很棒 那隻人很喜歡那隻 是呀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被羅芬漢 咬 都是要的 是嗎? 刀頭的那些 是 呱 痴 是啊 是這樣的 然後呢 睡下了之後 又要這樣 批爭 批爭 對呀 批爭那些 嘩 你根本是玩嗎 是呀 其實這些 最好就是沒有什麼 自己躲在那裡玩 就非常棒 接著要咬這個 是呀 我都很記得 是羅賓漢用這些招 咬了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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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有沒有擂台出呢 有啊 有啊 之前出了一單邊擂台 你插齊四個就可以組成一個擂台 有的 有的 連同一個Stand 也挺有玩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也有那個擂台 其實阿Ku不是粉絲 應該是他講的 但是他比較忙 是啊 他也有草 他也有草開一點 我看見他也跟著人粉 他本身是 不是 我即場示範一次 哈哈哈哈 阿Ku 是啊 阿Ku 為了什麼 即場示範一次 是啊 是啊 今集其實也到這裡了 是啊 如果我自己的評語 就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數色 原色都正 漫畫版的顏色就會爽 是啊 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繼續 其他的折數 拜拜